材料清单,欧包鞋片不是吐司,二到三件,软质乳酪,当即水果质地,需柔软多质,腌制肉类,香草或色拉菜,坚果脆,切了片的欧包,我一般放冷冻是冻着,吃之前用微波炉解冻一分钟,这样会造成面包很湿,然后高温短时一烤,立马来边香脆,无比而内心却又不干应,软质乳酪的选择油,烂油奶酪, 就是做芝士蛋糕,慕斯蛋糕那种,热量很高,但香浓是自然,类似的选择还有马斯卡,做提拉米酥那种,酸奶油,鲜奶油,然后还有一类是相对健康点的,也更贵级的奶酪,如各种山羊奶酪,香榛干辣,薯青干辣,新鲜麻酥里,辣, 摩托莲青纹,卡曼莫的布里布里等等,同样具有质地软衣涂抹的特点,最后就是各种质地偏软的中口味奶酪,它们都有一个特点,白白的,上面不满过蓝或绿的美点,口味偏甜,不习惯的同学渗入, 水果的选择有,各种性,梨,桃,无花果,出透的蜜花,皮里一种口感偏缩的西洋梨,总之水果的选择标准是,不能太脆如苹果什么的,要绵腻,要多汁,但汁水不能横流如胆沙林西瓜什么的,再上层的腌制肉类,可以有伊比利亚火腿, 经济实惠的前腿配这个就足够好了,伊大利帕马火腿,本来就相对要便一些,但会更咸,各种西班牙和伊大利香肠,切丝切冰切碎或小片都行,或者烤过的培根碎,再重口点,也可以折几丝提鱼利油和收尾,然后是绿的,各种气味芬芳柔和的香草,如罗勒,石螺,牛汁, 或是紫苏,或和,或是略带香味的次郎菜,熟芝麻菜,枯细叶等,高性的话加点腌制橄榄或木瓜柳等泡菜也没错,总之绿叶不能太大偏,不然一秒便搬至汉堡,坚果的存在更多是为了美貌,真子,开心果,杏仁,宗子,瓜子圆,花生都可以,不过既然是起肥沉作用,坚果也不能太大磕,不能是什么花生蜜, 之类的,low了,然后是怎么持优雅的问题,这个,看新作吧,小贴士关于欧包回温,烤完冷却后的欧包,如果不是特别大个,比如我那个小法棍,可以直接包装后,放入冷冻室保存,如果个头很大,切片后,三四片,你包冷冻保存, 又实用的,隔夜取出,连着包装室温解冻一页,第二天,用200度以上,高温考4到6分钟左右,即可外吹零恩恩,如果隔夜忘了取出解冻,先由微波炉解冻当解冻,再高温考。